字幕提供 首先我要有40萬元 可能住在迷地蔥 他的體型方面都可以 沒問題 租金錢 假設犯法 是嗎?對不起 不要擺床 打算租倉去擠雜物 不如租大一點 但我不是很好 市面上之前好像有很多湯舖 最後都是投資失敗的 車位好 因為價錢低一點 當是長線投資 香港買物業的 什麼都會升 買一個迷你倉也一萬元呎 會不會高了一點 香港人的價錢被迫接受 香港是否變成一個 很悲情的城市 香港很多東西都拿第一 物價、樓價 但是 嘩 大一姐大 很悲哀 2010年到2020年這10年 香港由一零年 得21個納米單位 累積起了8550個納米單位 香港越住越小 這句旁白我都趕到換 不過上帝為你關上了賣樓的門 別會為你打開另一個倉 根據統計 香港現在有994個迷你倉 而這個人就憑著爸爸留下的電子廠工廈 創出亞洲首個可以買賣的迷你倉 自己不住 但是家當都要住 我這裏創庫一號 其實是125個完整獨立樓契的 迷你倉單位 我們就找專業的建築師 去消防署、屋宇署 做了一個入職改建 然後去地政署申請倉庫用途 我們由2020年第一季開賣 第一批的價單是36萬8 去到現在的情況 去到最後那張已經超過50萬 就是他將迷你倉變成投資項目 買樓花的話 只要給五成首期二十多萬就做到業主 他們會幫你做銀行私人貸款 說對買家而言 就變相零首期做業主 大半年36.8萬就變成50萬 50萬可以買到什麼呢 就是這個可以充電的商量 這個是防煙門來的 自動回彈的 這個是消防署要求的 還有每一個單位裏面 就是有一個煙霧感應器 這個煙霧感應器是值得消防署的 有60分鐘防火夾板 就是會給予一個上網的裝置 配套和一個電源插頭 例如他想裝上webcam 都可以有插頭去用到一個電源 電費呢 電費是管理費包了 當然曾經有個客人說 我擺放了一部挖礦機 今天又可以收租賺錢 又可以挖礦賺錢 不可行 因為我們都有電力計算到 去到買一個便會跳濟 只是那個箱值多少錢 只是那個箱值多少錢 只是這個箱值多少錢 我自己都不是好 都無所謂 現在125個單位都賣光了 原來工廈只是計建築面積 不計實用面積 這裡是兩個共6600平方尺廠下單位 125個位 每份就有45平方尺建築面積 兩款迷你倉 一款可以放20個儲存箱 一款可以放30個儲存箱 所以恭喜你啊 走廊你都有份的 這裡是倉庫用途 所以不是劏房 開張桌工作 管理員在閉路電視見到會趕你走 每個月交百多到三百元的管理費 然後你就可以逐個箱 七十八元地租給人存貨 也可以月租一千九百元 租還給承辦商百保庫 幫忙營運 買倉日日賺 這裡是原先一百五七八年落成的工廈物業 這裡原先是一個一梯兩火的單位 每個單位大致上是八百萬左右 我們的定價中位數是四十五萬八左右 那個數字上是有五千多 那兩年時間賺了一個雙倍了 那就三千多萬入袋 真是遍地黃金 如果計算所有即時的費用都過千萬 其實這個形式 跟私家車場的模式很相似 這些場所有場地管理的 有營運商 當然它有必須 定期去檢測場所的狀態 好地地租倉不好嗎 為什麼要賣呢 我們的公司理念 人人都有百好苦 團隊覺得其實可以有更加寬的意思 香港也是傳統中國人智慧 都是喜歡磚頭 喜歡地產 喜歡買樓 於是就沿著這個理念去做 就是說我們做完第一個創庫一號 我們都是會不停在不同地區做合規格倉庫 你爸爸有很多物業嗎 有些 因為很多物業 香港是很寬的 多少為之多多少為之少 香港人都沒有定案 即是雪白一點 作為二代 當然是和家人 當然是會有個經營理念不一致 他們說什麼 他會認為沒有必要做這些事 那你算不算炒樓呢 炒樓 我這樣就是炒樓 我以觀念的角度 有些誤解 嚴重的誤解 香港的住宅物業 由一棟買到一層買到一個單位買 然後再去到分期買去到炒樓 那時候 其實現在這個迷你倉的單位出現 就是某程度是重複住宅市場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唉 想著貧窮限制想像 原來都是我們想的 我不信我租倉十年 可以花到五十萬 但煙室又真的有人買 並且視為投資 這間店我預期的價錢 我會買 我覺得沒有很多風險地 這裡收到五六厘 是很合理的 真的太多藍米樓了 不夠用就真的不夠用 我今天買的東西 尤其是物業 十年後 我不覺得我會比現在便宜 是否家裡更多 我家裡的東西都丟掉了 放不到 因為真的 你甚麼鬼都吵 你甚麼鬼都吵 現在買不回來 余先生 你第一次用迷你倉 是多久之前 應該都想起 十年前 那時候由村屋搬上樓 差不多沒有半面積 那時候二百多尺 二百九十幾尺 五個三百尺 你最高峰期 儲了多少個箱 最高峰期 我都用了18個箱 有些東西 真的有紀念價值 一來 二來 我和我太太都 不是那麼斷捨離的人 除了空間問題 漁山還儲了很多 舊上舊遊票 還有媽媽留下的硬幣 2019年 他買了兩個迷你倉的樓花 每個給五成首期 大約四十萬 今個月收倉入伙 他將兩個倉 交給阿當管理 每個倉收租一千九百元 兩個合共三千八百元 好像是免工一排 一年兩年 為甚麼要買 你以為你一生都需要樓花 為甚麼要買 我覺得有投資價值 我覺得現在我又用到 用了這麼久 我覺得他有一定的客 如果有客 即是說有倉 有商入我的倉 他就有錢去交租 我現在租樓住了 不會買到樓 別傻了 沒有二百萬 流動資金 你不會花錢買到五六百萬樓 這裏也有五百五十多呎 搬了多久 搬了四個月 大了這麼多 為甚麼仍然需要倉 我有些東西 我又不想放在家裡 因為始終護理不太好 因為我的東西很乾爽 需要空氣很流通 如果我放在家裡 我會收起來 放在床底 我會覺得不喜歡 排兩張桌 坐十幾人都可以 以前一定不行 雪櫃又小 住房子煮不到東西 現在大了些空間 做東西吃都開心 用慣了之後 始終都想繼續用 我有能力租大一點 不過我想景色大一點 可以退 可以攻 可以守 但如果你突然說 我想由萬七轉回到萬四 如果要搬 也挺麻煩的 不過 過去會講起分契 就有很多問題 可以怎樣辦呢 如果可能的話 當然可以讓律師幫他 看了條款 才再簽署有關的買賣文件 當然 如果正式確立了 會買入所謂的 迷你倉的分契單位 通常律師都會幫他把關 應該幫他把關 清楚 看完所有批文 或者相關的 符合所有地契條款 大廈工契條款 或者建築物條例 或者消防條例 我想都有不同的規管 是需要留意的 如果承辦商賣完樓 就不做的話 那些迷倉單位 我相信會有一些叫做 副工契 我相信他們都可以 不同的單位都可以 根據副工契的條款 規管了權責 都有可能 你說 刑辦商不做 甚至刑辦商也清盤 當然這些單位 他們就要另外再安排 怎樣去接手管理 或者是找管理公司去接手管理 這些聽起來下一聲的事 香港地已經無事無可能了